飞灵式的飞机三个小时之后空降在了灵式宇田机场 早有车等在了机场外面 他们一出机场 司机赶紧帮他们把行李放进了后备箱 然后恭敬地拉开车门说 丽少 请上车 丽北觉怀里还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家伙 小家伙大眼睛清澈明亮 格外好看 虽然只有五岁 却已经可以看出他长大之后霍国殃明的架势来 此刻小家伙眼珠子滴溜溜地 在司机和丽北觉的身上转了转 粉嫩嫩的小嘴巴撅了起来 看来 隔壁老王很有钱哪 他的小眼神又描向了自家的妈咪 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忽然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唉 他家女人胸那么平 屁股那么扁 又穷又笨 怎么抓得住隔壁老王这种钻石王老五啊 吃景澈长到五岁 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叫做惆怅的情绪 吃恩恩听到他叹息了 奇怪地摸了摸他的脸问他 吃宝贝 你怎么了 是不是晕车了 我怎么可能晕车 那 晕机了 我记得你好像有恐高的毛病 刚才 晕机了 他家女人干嘛老是在隔壁老王面前拆他的台呀 吃景澈气鼓鼓地鼓起了粉嫩的小脸颊 哼哼唧唧地说 没 利北决弯腰把他放进了车上 随即坐进去 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 阴谋专注 问道 晕机了 吃宝贝面对他还有一点别扭 抿了抿嘴巴 撑了暴露他的罪魁祸首一眼 低下头 扭腻地嗡了一声 利北决转头给司机吩咐道 待会儿开慢点 司机透过后视镜悄悄地偷看了一眼吃宝贝 惊诧极了 不大明白这个陌生的小娃娃是谁 为什么自家脾气暴躁的利少 会对一个小娃娃态度这么的好 他惊诧归惊诧 可是没有胆子打探的 甚至连偷看都没有敢多看一眼 就一开了目光 强作镇定 是 利少 吃恩恩也上了车 把吃宝贝抱上了他的腿上 手指按在他两侧的太阳穴 轻轻地帮他按摩起来 吃宝贝 我帮你按一按 你闭着眼睛靠在妈咪身上休息一会儿吧 嗯 吃景晨还是最喜欢他家女人 胀痛的太阳穴舒服了起来 他听话地靠在了吃恩恩的身上 闭上了眼睛 车子一路平缓前行 没多久 停在了一个雄伟的建筑前 利少 到了 噓 冷峻贵气的男人 朝着他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放松动作地打开门 问吃恩恩 睡着了 嗯 宝贝很少坐飞机的 估计是累了 吃恩恩同样压低了声音 看着抱在怀里的小人 眼神温柔 利贝爵朝着他伸出手来 我来抱他 好 利贝爵小心地把睡着了的小家伙抱进了怀里 虽然动作很生硬 但看得出来 他尽量调整了姿势 好让怀中的小家伙睡得舒服一点 走吧 吃恩恩跟着下了车 跟上他的步伐 一路上都有人在看他们 毕竟 没什么比一个重心捧月般进来的酷帅男人 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 更加地引人注目的了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两排站得整整齐齐 西装笔挺的人等在那里 见他们来 纷纷地躬身 齐声说 利贝爵感觉到 怀里的小家伙 被吵到似地皱起了小眉头 动了一动 他瞬间脸一沉 扫了众人一眼 理都不理 迈开了大长腿 急不往里面走 他一走 其他人只好是跟上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跟在后面 有一些腿短的 恨不得小跑赶上大部队 十三楼的休息室里 利贝爵动作轻柔地 把怀里的小家伙放在了大床上 顺手帮他拉上了被子 转头跟霍益说 你留在这里照顾他 痴恩恩不放心 主动说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 要不 我留在这里吧 你和护管家先去忙 利贝爵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薄唇不悦地一碰 谁说你没事了 今天只有你的事 啊 我有什么事 痴恩恩是真的没有搞懂 有他什么事 利贝爵拉着他往外面走 一边走一边说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痴恩恩被他拉得亮亮腔腔 跌撞着跟着他走出了休息室 休息室外 新药的高层都在窃窃私语地讨论着 刚才利少怀里抱着的小孩子是谁 还有 跟着利少一起来的那个女人又是谁 就在这时 利贝爵拉着痴恩恩的手出来了 所有的讨论声 就好像被点了血一样 骤然之间收住了 奇奇地看向了他们 痴恩恩乍一下子 被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手腕被抓住的地方 滚烫滚烫的 他有一点不好意思扭动了一下手腕 但是巨傲的男人抓得稳稳的 丝毫没有要放开他的意思 俊脸面无表情 撂下了两个字 开会 说着他率先拉着痴恩恩往会议室走去 其他人只好紧随在他的后面 新药的会议室在52楼 痴恩恩被安排在了会议室隔壁等候 还有女秘书专门在旁边帮他倒水 会议室里 丽北决说完了自己的要求 整个会议室哑雀无声 几十号人面面相去 可面对他的强势都欲言又止 唯有广告总监率先反对 丽少 我不同意 我们已经匿定好了广告方案的 也邀请了深爱仪小姐 为我们《为爱》系列拍摄新一季的广告 现在突然换人 公司需要支付一大笔的违约金 违约金我出 霸道至极也巨傲至极 广告部总监被堵得一噎 顶着压力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丽少 我不同意 不只是违约金的问题 还有您说的那位迟小姐 她根本就不适合《为爱》系列的问题 《为爱》系列是高端奢侈系列 对代言人的形象气质要求很高 迟小姐是一个新人 在娱乐圈毫无人气 可深爱仪小姐是不一样的 她现在是当红的玉女偶像 又出身高贵 气质绝佳 没有人比她更合适 做《为爱》系列的代言人了 丽北决冷漠地逆了她一眼 双手交错放在了会议桌上 态度强硬地看了她一眼 迟恩是新人 但我要她不是 她以后就不会是 至于你说的形象气质 在我的眼里 没有人比她的形象气质更好 更合适